中国的外长秦刚谈到了波子坦公告 这里边为什么提波子坦公告呢 因为咱们中国明确 日本的领土不包括琉球 其实这个言外之意就告诉日本 你的琉球不是日本领土 这个日本举行的G7外长会落幕以后 发表联合声明里面 涉及中国的篇幅相当高 声明中G7国家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和客观史 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 对台湾问题指手滑脚 尤其是叫让不准改变台海现状 其中日本更是上蹿下跳 所有G7国家联合对抗中国 那么日方也不跟中国任何的客气了 那中方也当然不客气了 对吧 中国的直接目光是锁定了琉球 主要琉球的一号人物准备访华 秦刚外长在最近的这次声明中 直接提到波子坦公告 也说向日本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 琉球不是日本领土 这个也就意味着中国有可能推动琉球独立 或者占领琉球 托管琉球 中国托管以后让他独立 现在琉球问题可能是中国打击日本的最直接手段 这个G7就是美国组建一个遏制中国的平台 咱们说所谓的富人纪录 你说加拿大它也配 日本作为G7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 积极承担反华马前卒角色 成为美国霸权扩张的一个帮凶 大家注意全球在去免化 你看去免化都是什么国家 咱们看是被美国收割最惨的一些国家 东盟啊巴西啊 南美国家啊 是吧 中东的对吧 这些都是被美国收割国家 这些国家为什么这个G7没有去免化 因为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跟着美国喝汤的 所以这个非常明显了 那么G7是日本唯一一个亚洲国家加入G7 实际就是在亚洲的代理人 积极承担马前卒角色 成为美国霸权扩张一个帮凶啊 所以日本人对整个中华民族 对亚洲是负有历史责任的 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 一直想摆脱非正常国家身份 这也是咱们讲的 日本啊 其实这个战略诸如 表现的现在淋漓金正 你像二战之前是吧 这家伙啊 这个亚洲最成功国家啊 结果二战结束之后啊 变成一个亚洲唯一的啊 这个怎么说 亚洲唯一这么一个殖民地啊 美国殖民地嘛 被别人驻军 你看这 这就是赌嘛 赌徒的最终结果嘛 所以但是他不服啊 是吧 几百年以后又开始想啊 摆脱这个身份 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要获得西方国家知识 他实际想着中美来一战啊 中美一战呢 把日本什么放开是吧 日本的不断的炒中国威胁论啊 甚至将中国啊 成为最大战略性挑战 就是配合美国战略 博取西方的欢心啊 最主要是希望啊 这个整个中国和西方斗啊 这样日本得力嘛 日本多次呼吁G7国家团结一致 要对抗中国 想当反华的领导人啊 在中方啊 这块 这个当然是注意到日本的情况 所以中国必须要痛走日本 那你打他哪儿最疼呢 对啊 首先啊 咱们中国向日本提出了严正交涉 外交部的亚洲司司长刘进松 约见日本驻华弹 这个公使 然后呢 对日本的G7外长会期间 消极动向表达强力不满 见日本不仁 咱们中国也不客气 开始对日本直接下手 这个刘秋新报说呢 近日中国驻日本大使 吴江浩与冲绳赴之士 这个赵一时举行闭门会议 这个就证实了啊 就是日本现在啊 没法控制琉球 琉球当地的这个 咱们说士绅也好 利益集团也好 其实和日本政府是有矛盾的 会见日本首位高级地方官员 就是这位 赵一时 赵一时表示 冲绳县准备设立地区外交办公室 注意啊 地区外交办公室 冲绳县支持 玉成丹尼准备访法 冲绳县就是琉球 咱们以后不要叫冲绳 冲绳是日本人管这个地区叫的 咱们中国人管他叫琉球 他曾经就是一个独立的亡国 是在接受中国的政府册封 当时同时也是接受日本的 这个 这个 他进贡 他也向日本进贡 朝贡关系是维持 中国和这个琉球维持了450多年 但是由于日本的入侵 导致琉球亡国了 当时琉球被灭亡的时候 他这个派大派这个特使跑到清朝求救 中国只能保证你这个特使的安全 但是琉球中国当时连台湾都割让 真的救不了 由于这个琉球 这个当地人和日本人完全不一样 所以琉球一旦这个进入日本的控制 那么当地 当地琉球人就被镇压了 据了解呢 日本对琉球进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 大批的琉球人就此就没了 最后导致琉球居民 这个怎么说大量的人 其实就被日本人移民取代了 现在其实就这个状态 就是屠杀殆尽 包括二战结束之后 大批日本人当兵的把琉球人当成这个 把当成这个肉盾 对吧 要求他们遇碎 最后导致琉球 不断的有反抗 对吧 当地人对日本的归属感其实并不高 琉球独立运动从来都没停止过 根据民调显示 3%的琉球居民认为自己是日本人 只有3% 琉球复国运动人士还告上了联合国 说联合国人权里还举行了会议讨论 琉球自决问题 这日本人从来不报 你看亚洲的包括很多媒体 其实跟日本联系非常深 所以日本人不让你播东西 你绝对见不着 你看台湾人从来不知道这事 虽然最终是没什么结果 因为日本人施压 但是琉球人没有放弃 复国运动是积极 而且非常广泛 他们现在这琉球复国运动的相关积极人士 都感谢中国对琉球的帮助 琉球人士都是一直使用汉字的 也有中文名字的 他们从来没放弃过复国的希望 中国从明朝开始 和琉球其实就搞贸易 咱们讲过 中国利用琉球来什么 来做贸易中软 而不是用日本 所谓当年就是明朝开始 就开始疏远日本 用琉球做贸易中软 日本的货物到琉球 中国的货物到琉球 双方之间交易 包括菲律宾 西班牙的货物到琉球 就实际琉球是一个中软 所以琉球一旦复国以后 这个地带是 就是边缘化日本的开始 咱们注意这是边缘化日本的开始 亚洲的贸易中心 其实琉球是最合适的 日本和美国对琉球而言 其实都是侵略者 琉球当地的独立运动人士也讲过 所以琉球 它未来要发展 它完全可以变成亚洲 东北亚的新加坡 但是因为是美国驻军和日本控制 日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心 所以它必须要压制住琉球 所以琉球未来 它的可塑造性非常强 明朝开始 清朝开始 就琉球就是中心 就是物流中心 中国和海外贸易的中心 那目前琉球群岛已经变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了 70%驻日美军在琉球 琉球人对美军制造的噪音 这些东西 现在很反感 但这个不是根本 就咱们讲的 琉球人一旦摆脱了殖民 对吧 摆脱了美国的驻军 摆脱了日本的控制 一旦独立复国 那么琉球人可能就是亚洲最富裕国家 现在从这个地理环境看非常明确 这无话可说 他地理就在这 对吧 所以 吹空中线支持 玉成丹尼的父亲 就是一个生下孩子 不管那么驻日美军 从此以后 你看琉球人对美军从来没有什么好感 玉成丹尼也一直给当地人发声 对抗议美国政府 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在最近的一场发布会上 直接点名日本 秦刚表示中国在二战中付出了重大伤亡 同时也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是中国的神圣职责 注意啊 中国提到了责任 中国的神圣职责 换句话说 中国有义务来什么 来击败任何违 这个违反联合国宪章 包括推翻二战秩序 中国有军事能力来维护国际秩序 这点估计日本应该都明白 中国提到了神圣职责了 就是军方可以行动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二战之后台湾归于中国 开罗宣言博散公告写的清清楚 秦刚强调中国土地收回来 就不会再失去战后国际秩序 绝不允许被颠覆 换句话说 中国已经明确向日本表态 什么意思 如果你敢推翻二战秩序 换句话说 这就是台湾问题 那流球问题也是二战秩序 一个基础 那等于什么 等于你推翻之后 你假如拿台湾敌说事 那么推翻二战秩序 那么流球问题 咱们注意 这也是二战秩序 中国就要维护二战秩序 换句话说 中国可以派兵进入流球 这其实也就是中美摊牌 中美摊牌之后 流球的军事基地 美军基地 一定是被中国占领 除了台湾归属之外 不曾公告里边 同样也写着 日本领土只限于四个岛 还有附近的小岛 换句话说就那四个岛 流球不是日本领土 在郁城丹尼访华之前 秦刚提到不惨公告 日本应该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决心支持流球独立 换句话说流球自决 咱们注意啊 流球自决 日本没有任何应对措施 流球不是联合国的 咱们说像俄乌战争那样的 联合国可以去管 因为他的没有主权 他是一个托管状态 所以按照国际法应该是自决 但流球的自决 日本人根本就没法控制 日本人想控制流球自决 流球人绝不会留在日本 日本人一旦脱离 对流球控制 流球的发展一定要超越日本 整个日本的所有的资源 有可能就像流球集中 就回到了明和清那个时代 把日本边缘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